2014台本男子桌球明星邀请赛四强赛登场 桌球一哥庄志渊对上了德国好手奥恰洛夫 重演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的铜牌战戏码 结果呢庄志渊成功复仇以4比1强压对手搬碗争冠 第一局其实是自己打得比较凶一点 那刚好就因为打凶的时候质量比较高嘛 那刚好都有上台率还蛮高的 所以就造成比分流拉开 身穿黄色球衣的庄志渊今天在四强战强碰 德国好手奥恰洛夫 两岸过去交手庄志渊输多赢少 当年奥运铜牌战也输了 不过今天在高雄庄志渊在地主球迷的助阵下 以4比1复仇 5点还要继续争夺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